鸡排妹听奶收嘴泡 切个小外笔谈科匹 你感冒 对啊 我要上班了 鸡排妹也不遑多让 在这点嘀嘀的天气 什么东西捏来捏去的 竟然把自己挖空两小时 实在奋用心 什么都能聊的 她就会出示资金活动 对你没听错 是这个基金不是基金 我来2015年 是要往理财界发展吗 自己本身其实没有 因为我从小到没什么偏财运 我都挣财比较多 应该是说 我是一个运气很好很好的人 那我不太会想要把我的运气 用在一些 可能是玩股票或是那类 或是说刮刮乐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运气很好 一定会中奖 我朋友玩刮刮乐 他说你帮我刮一下 我说好啦 然后就刮两张就七千块 我就说我不要再玩了 你再浪费我的运气 鸡排妹之前的裸体做菜 出名的小外资点数 唇枪舌战 事后却爆出自己成了 小外的同门师姐 她意思说小外啦 就没有这件事啊 没有这件事 就没有这件事啊 所以没有和解的机会 没有和不和解 她没欠我我没欠她 我们不需要互相留恋 同一个第一公司就是同门 就不是 就不是 到底要讲几遍 就不是啊 说不是就不是啊 好啦 不是就不是啊 但你去年初不是放话 这里是一个地狱 地狱 把月走完就闪了 训练习或是去结婚生小孩啊 结果只是说说 新年度是新土 非猛进 爱情啊 身体好像都还好 那我来就求赚钱好 我第一次求财生业 你那时候有提醒柯皮说 诶 我有当 这不是娱乐性吗 那你觉得威胁她的人这样对吗 这个不是我能 我能就是聊的 对啊 这是不干我的事啊 因为我发现少说一点 就会多赚一点 哈哈哈哈 评估了 恩赖 报导